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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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下共修坛上 中华民族15615姓氏 列祖列宗諸祖祖灵 双法界三界万零众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們今天下午 這一節呢 我們繼續來 在殘疾的金鋼精 而金鋼精的重點 很多方向 面面俱到 要成就一位 要成就一位 勝責、智責、選責 條件呢 是八萬四千個條件 所以 我們來到世界上 走一趟 要記得回家 回到自己天上世界的家 一旦投胎轉世 任何一個星球 在地球 我們要回去 就要修八萬四千個法門 才能將環繞斷除 但是要修八萬四千個法門 是分分秒秒 都是要謹言 慎行 說話要小心 做術要小心 這個人生 是很平等的 考試題目 曾經 一位先生六十幾歲了 他到仙國寺來 他抱著一個疑惑 和無奈的心情 他姑娘說 老師啊 我不知道犯了什麼罪 所以我這一生 很難過 我這一生 做什麼了什麼 做什麼事就是一事無成 我也很痛苦 不知道犯了什麼 那麼我 突然間我想到了 我說你的命話給我看 你什麼時候生的 然後呢 我再跟你查看看 我不敢像一般的修行人 說你前生什麼 前世什麼 前世什麼 有好多事情都那麼清楚 我不敢這麼想 也不敢講 因為這會造口業 那麼 凡事都有天意 所以有天意 成就 人 就是命掛 命掛船機 命掛船機 我說請問你 什麼時候生的 他說 他說他說他子年 五月 他子年五月生的 阿拉摩 阿拉摩 他的命掛 他的 樂為內掛 日為內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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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掛 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 一個掛像 就是天通後 天通後掛 天 天 天通後掛 四搖 出 出 出 阿拉摩 然後元神 無火 元神 睡過了 元神睡過 我說你 你 要 離開你的故鄉 去打拼 但是 你實作久不成 因為 從圖 供高 我們 因為你的稅君 止水 抽土止水是地望 一直想做大 不願意往下來做 你本身 你就是 要從基礎去做取 你的貴人 開始人家對你很好 但是你的思想 他的元神 這是元神 元神睡過 所以他的思想 就是供高 我們 不知足 這個就是你的缺點 上天給你機會 但是你不了解自己 所以 我說你要反省 要先反省 然後要懺悔 所以 做人主事 你不了解自己的病 了解自己的缺點 所以你做了 當然百事不順 接下去就需要去實踐 去做 去做 去正道 不要說 任何人都對不起你 因為 你的稅金 你的貴人都破掉了 那是因為你的思想 那是因為你的思想 你的做人 處事 所以人家要幫你忙 看起來 你看到結果 都不敢 幫你忙 這就是你的最大的缺點 這就是你的最大的缺點 這就是你的英國 好 所以 無法照顧睡佛 這先是 帶著 過去生的肉食 壞習慣 沒有寒涼 所以 你這一生 罪業 很重 好 不要談前生 談你的基因 你的基因 就是有缺失 基因的缺失 就是從 原神來看 原神來看 睡佛老 就是 前世的罪業 很重 好 那麼這一位先生 問我說 老師啊 那我先次的罪業 你看我患上什麼罪業 你除了殺人 放火以外 沒有什麼不良習慣啊 聽我一講 聽我一講 這怎麼 當他爹 也請見佛康 那老師啊 怎麼辦 我最心動的 明明灰球署啊 做夢都夢到在灰球署 那你一定是 那你一定是 放火 燒死人嘛 那就是你的 滅在心靈的不平 你的壞習慣 所以 所以 黃燦老祖 導教師行 傳這個道 給各位同修 來了解自己 瞭解你身邊的人 瞭解你身邊的人 哈哈 所以 今天 我們共修 我們學員代表回來 來 共修你們 是很有福氣 百千萬劫 難遭遇的 修行 所以 老祖師尊 告訴我們 一里通 萬里 也通 一里通 滿里天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液精修好 加上金剛精 再共修 你們有空就回來 參與共修 這是百千萬劫 難遭遇 這好一年啊 希望各位同修們 要珍惜 尤其面掛殘跡 我們出版時候 我有脈 有出版 你們去寫 每個人請一本回家 我不是在 推銷 我們出版時候 出到命掛殘跡 一本五百塊 但是在 大陸啊 他們都來買 他們都來買 買了很多 到大陸去買 賣一本 兩千塊 三千塊五千塊 發現裡面都是寶 發現裡面都是寶 如果是一個人了解到自己的命掛 了解你自己家人的命掛 能夠給予 能夠給予 相當的 正確的指引 的時候 我們的一生 最深就不會 造下罪業 就不會留著以後的 變成 先世的罪業 這個罪業一發生 果一定會發生 報也會發生 所以這位先生啊 他告訴我 說 你這樣講我就能接受 我的壞習慣 都是你 所講的 一點沒有錯 人家 批評我 我就跟他幹上去 幹上來 人家對我 講我 指出我的缺點 我絕對不服氣 那麼今天 你用這個方式 告訴我 我的缺點 我就 很歡喜的來接受了 我說你不歡喜接受 沒有你要怎樣 你不開心 要這麼想怎樣 你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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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你回去 把缺點全部改正 好 再過半年 一年你再來找我 好 那這位先生 很高興的 向王傘老祖 摳三個頭 回去了 等到一年後咧 一個英年又回來 又遇到我 那時候榮觀煩發 好 看他一 一生的輕鬆 沒有煩惱 告訴我說 師父謝謝你 你受我一拜好不好 我說你拜拜老祖就好了 我還是人 你一拜 我會減少六十幾歲 那時候我也六十幾歲 那等於年歲等於零了啦 所以 這位先生 他就告訴我 一個他的感言 神佛告訴我的缺點 神佛告訴我的缺點 我都會接受 修行的疏忽告訴我的 我更加的接受 尤其你用意見 來闡述我的人生觀 我非常的佩服 所以我一生 王展老祖就是我的老師 我也是我的師父 我沒有歸一 我沒有關係 以後有機會再來歸一 歸一咧 就是回歸到 原來清靜 原來 這個心靈靈靜是 金剛住性 所以我們每個人 從空界天上界 一直轉 轉到地球 不知有多少節 阿生其節 有多少節多少年 多少歲月 我們一直身體在換 你好的話 換上一個帥哥 投胎 一個帥哥來了 你的運氣比較不好 投胎一個 不帥的 又胖又醜的人 這都有可能 甚至投胎轉世到 動物裡面 動物為人 所以 以這動物 為什麼為人 以動物 的形態 要來修人 的福報 動物的形態 要修人的福報 那是怎麼呢 就是 被人殺 被人宰 來還債 親金親牛 來還債 這是人的無奈 還想到 10年前 的7月1日 一場病在中國大陸 一場病回來 回來病了在 台中農民總醫院 那時候沒有辦法站 就要蹭體重 他就用那個 像吊車 人的板子 吊起來蹭著重量 我才想到說 小時候 看到我們賣豬 賣豬 手綁著 再蹭重量 現在 我相信我已經 以前也 就殺過豬 賣過豬 養過豬 所以豬要賣給人家 就手 四四腳 就綁起來了 這樣 那現在 恍然大悟 我過了一節 動物一節 這就是要 雖然當時沒有 殺去 賣 肉 才想到 動物 也是這樣 被抓去 賣這一個 他的肉 所以 我們 要理解 人 投胎到四地球上來 好一年 投胎為人 因為人的 頭腦 五官 五臟六腹 都有靈性 說 我們的人 有 辨別 是非的能力 若是 投胎到 動物裡面 就沒有 這能力 所以我在 七十四年 的時候我自己 念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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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午這個時間 關在佛堂 一念我 念到 我的靈魂就出笑 出笑就回 到了天界 好多的 大氣層 大氣層 有一次轉過去 我自己看了 我怎麼 脫胎到 這個大鯊魚 兩四的大鯊魚 那時候我沒有殺小魚 大鯊魚 我嘴張開來 小魚都跑進去 我就活起來 小魚 有沒有殺生 有啊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 出生在 海底的鯊魚 我才 體悟到 人的靈性 所以 我們佛家叫我們不要殺生 大家盡量出事 剛才 我們的邱賢西 NC法師 他呢 這幾天都照顧我 這段時間我病了之後照顧我 他說 師父 你這段時候出事 是不是遠感會比較不夠 會比較不夠 我沒有出事啦 我沒有也 有什麼我就吃什麼啦 所以一個人的飲食 並不代表著一個人的罪業 但是飲食也都在修行啊 所以各位同學們 我們的飲食 每一樣都在修行 在修煉 我們要去感恩 每一餐吃飯 我們要喝醬 感恩 感恩再感恩 這集是我們 反省懺悔 要去實踐 消滅 罪業的上聖心華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雙善知識 我們人脫胎到地球上來 為人 百千萬節難遭遇啊 百千萬節難遭遇 今天我們有吳茂船講師 他是 園林郭忠和醫院 他的總務長 現在有一年加入網產老祖 洪華立生的行業 更加的 可以幫助眾生 修道 修道 修道再修道 曾經 我們有一位信徒 他一來咧 百多千歲 七條雅工 七尾五公 開刀七封 天氣都要整個像蜈蚣啊 他問我 張老師張老師啊 我怎麼罪業這麼重 我身上還要養蜈蚣七條 讓我看喔 而職學 就是你的殺業太重 那我沒有什麼殺業啊 是職業啊 殺業跟職業有一樣嗎 啊 他這麼的太低啦 太精神 太高太猶 少年的是都在太高太猶 我說你的殺業太重 你應該要忏悔 我怎麼忏悔咧 我是上班的啊 沒有辦法啊 我怎麼忏悔 忏悔就是不要再患 我現在沒有了啦 我現在沒有了 所以他講了一個道理 這就是人的尊聯 人有靈性 你的職業不得已 要去做殺生殺業 所以啊 你最好 到你 田中 陳芳爺 去求懺悔 不然 你的蜈蚣 他就告訴我說 我才不敢去 看陳芳爺 看到陳芳爺 眼睛進去看 我就想到滿身的罪業 我說你還是要面對什麼 不是現實啊 去拜陳芳爺啦 他後你就會平安了啦 不然 你還是會不平安 他就按照我跟他建議的回去 買了三星九日 拜陳芳 說他要拜 不再做屠宰的工作啊 所以 開始散罷 就修兵啦 過了三年 他又來先活四樓 就在告訴我說 老實說這三年我很平安耶 家裡人也平安 我跟陳芳爺變成好朋友耶 所以我們任何一個人 你有宗教的信仰 你可以與神為友 與佛為友 若是我們 不知道可以與神為友 與佛為友 的時候 你的劫難一定還繼續在花上 有這個案例 我們來分析 作業先生呢 回去咧 他 不再造沙葉 而且有空就去陳芳爺 那你去拜拜 這樣咧 整個家庭的命運 改進了改善了 我才想到 我在民國七十一年一場大病 之後咧跟王產老祖結上好朋友 老祖咧就死死照顧我 我雖然沒有沙葉 除了出後嫖毒癮以外 沒有什麼不良習慣 我一聘全部都修正 改正還行懺悔 好好修道 好好念經好好念佛 好好服務大眾 從這一個 整個的過程 我誤了很多很多 我們人生的真替 我們來到世界上 是百千萬劫難遭遇 來到世界上 是非常難得 的一個好機會 所以我們 把握當下 該煩醒 往期手造祝惡葉 皆由無始貪春初 重生與一株所生 一切罪障皆懺悔 你有這個 這個觀念 那你的人生 下半生的人生是幸福 不然 一年相報 醉月相遂 那麼 永永遠年 解除不了你的醉月和煩惱 所以我們要重還行 就是這樣來 曾經 有幾位 先生跟老婆 一起來拜老祖 那時候我們前後殘堂 還沒蓋 他呢 就在我們 大雄寶殿 他問我 那時候我都在被問世 接受人家問世 他問我說 他為什麼 他夫妻 這麼的坎坷 夫妻 本是童林鳥 夜報 都香水 我跟他這麼講 那麼兩夫妻咧 他跟我說 師父啊 你這樣講 我感覺很不服氣 我對老婆很好 老婆也對我很好 我對孩子 兒子都很好 為什麼 上天 讓我 這麼苦啊 所以我就 看到他的報名 有面卦 夫妻的面卦 我說你們兩個是天上天下 最有福氣的人 如果是這樣就有福氣 如果是你們 夫妻咧 沒有好運 不可能當夫妻 不可能 現在還 勘求 來到選活室來拜王產老祖 從命卦 我就正到了命卦 命卦中 老公沒有財 老婆沒有官鬼 這兩個 是從後天的修為 兩夫妻 能夠相敬如賓 所以啊 更辛苦鬼咧 命中若有自然有 命中若有自然有 命中若無莫強求 就從命卦裡面就可以看出來了 所以 所以 這兩位夫妻咧 我就跟他說 排排他們的流連 老公咧 命卦中沒有財 我說你 已來排 沒有老婆 那麼老婆咧 我把他排出來 照照你 你沒有老公 那麼你們 既然 呼吸這麼恩愛 要感謝上天 不要再埋怨 萬壞 萬壇 萬壇不改壞 所以 好命不和壞命道上 壞命不和好命道上 一定好命和好命 壞命和壞命 好命 同修啊 你們未來都是人間師耶 這句話 要提醒眾生 好命不和壞命 壞命不和好命 以前壞命和壞命 好命和好命 是這樣的人生觀的時候 所以這兩夫妻咧 哈哈大笑 好高興喔 啊 終於 了解自己來了 所以回去過了兩三年後 一個英聯 他的土地 重化 變成為住宅區的四地重化 原來壹瓶只有幾千塊 現在變成幾十萬 所以兩夫妻開始就分了 很有錢喔 好那麼錢是從哪裡來 命裡面 留下來的 老公 命掛有財 有這個財 沒有庫 有的沒有財 有的有庫 這後天的努力 好那麼這一位 一對先生 一對先生 夫婦呢 很早以前 他就去台中有某一家命相館去算命 明算館的老闆 問他說 你這個命耶 年輕很坎坷 若是能過四十歲的時候 你的命運會改變 那會有主產 一批很多大的主產給你 就是他的祖先留下來一筆地 在霧風大禮的地方 四地重化了 這一人 都有 不同的福放 有主 在 新北市 新莊 以前的人說 若是要做女孩子 你要嫁給新莊的人 你就會一天要煮給我等 要煮給那些工人吃 掛在我吃 會很累 所以很多有福報的 他就嫁到新莊 結果新莊 後來讀書計劃 變更了 每一家都是產狗 都很有錢 所以這個人的福報 個人的先是 夜報 散報 不是惡報 若是先是散報 我們就會將主產留下來 惡報 還沒到 你職產 保留料 賭博都輸光了 投資企業 也都賠光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人生 都有不同的體驗 不同的苦練 希望各位同學們 大家未來都是人間師 能夠好好 學好 易經 風水 和宗教 宗教 談 因果律 談因果 眾善因 得善果 眾惡因 得惡果 所以啊 我們勉勉眾生 勉勉大眾 都做好事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你只能解除 我們自己的罪報 罪业 所以 老祖師尊 此時提醒我們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訴諸佛的教育 訴諸佛教 有的說 哎呀佛教 口口香 佛教 不是口口香 這是因果 混原禪師親自講解 風水學的奧秘 善因果律 有善因善果 惡因 惡果 今天不努力 明天沒飯吃 做到佛的教育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就是佛教 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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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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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佛教 不是只有在那裡練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而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就是佛的教育 現在我們社會的教育 有點偏失 大家一直在那邊坐在那邊 煩惱說下一代的教育不好 怎麼不好 怎麼不好 我們這一代的比較老輩子了 就在那邊乾煩惱 就沒有提出這個教育的真實意 佛的教育的真實意 就諸惡莫做眾善奉行 一般的教育家 或者把佛的教育 反正是迷信 殊不知佛的教育 是我們每個人靈性的教育 同學 這點你們要記起來 佛的教育 這是靈性的教育 這是靈性的教育 靈性的教育 開始第一步 教我們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你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的 靈性教育 原來是這麼莊嚴和殊聖 可是我們人都往往 把宗教這個教義啊 都看為看不起 世上我們眾生清見 清見佛的教育 所以這個就造成 當下室的罪業 當下室的罪業一造成 時間一轉過去了 就會 有這個 先世的罪業 一直累積下來 當我們人 一旦有不好的念頭 出來的時候 要注意 你想一秒鐘 都惡戀 這個地球 自轉 一秒鐘就轉 四百七十二公尺 所以一個人 你的想法 想要害人 的時候 你想十分鐘 看跑多久了 所以你要把他抓回來 是很困難 只有用佛的教育 要我們敗燦 我們現在 以宗教的敗燦 本雷信聖教禪吉山三寶寺 有岩松院長 帶領法師 帶領同修舉行定期的拜禪 還有台中道場 定期的拜禪 秀水太子道場 原料法師 舉辦定期的拜禪 接下來我們 大雅 道場 原軍法師 遵照王產老祖開示 要開始定期的給各位拜禪 拜禪 是消除夜暴 罪月的上勝心法 你若是不知拜禪 不知道要來懺悔的時候 那我們的金剛智性 金剛性呢 他永遠 他永遠 永遠繼續被 三獨黑暗的 污垢 把他 蓋住了 所以我們人的人生 難免就會 不如意 百速不順 這個是一定的真理 所以今天我們金剛性 闡述 罪月 月暴的消除 月暴的消滅 這個方法 就是要反省 要懺悔 然後努力去做 不要再犯 這樣就是佛的境界 就是阿尿多羅三妙三菩提的境界了啦 祝福各位